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S6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Light命令 Light命令 GS里面好像没Light命令 对 那您学是ES5 咱们学ES6就有了 咱们学一下 当然其他语言中是有的 对不对 咱们学习一下 知识点就一个 用Light命令限定作用域 干什么就 马上看例子 首先说 咱们第一个例子 叫做变量爱的作用域 大家请看 咱们在ES5的时候 怎么做 比如说 我这有一个if块 是处吗 处它肯定要往里面走 对吧 在这个if块里面 咱们定义了一个 爱变量等于1 对吧 然后咱们在if块之外 去打印这个爱变量怎么样 能打出来 很遗憾 它能打出来 它作用域呢 非常的让人觉得 不可理解 是吧 我明明是if块里面的 怎么能在外面能打印呢 但是 到咱们ES6里面 咱们如果用Light定义的话 就会爆变量 会找到 这个非常好嘛 对吧 因为这个爱的变量 就是在if块里面 你干嘛在它外面 还能够引用到呢 这是肯定不对的 一会咱们看一下例子 接下来 重复定义 这个也很简单 不但很简单 也很常用 它和其他的正式语言中 就兼容了 看啊 比如说 咱们有一个 sweech块 行吧 有两个分支 一个是case0 一个是case1 在case0里面 咱们定义一个value 没问题吧 在case1里面 咱们同样还定义一个value 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 严谨规范作用欲 不管它是case0 还是case1 大家请看 它都在switch的代码块里面 对不对 所以说 用Light定义的话 就不能够重复定义 好 咱们空口无评 马上试验一下 我这建一个文件 我这 稍等 建一个 好 咱们叫test.js 没问题吧 然后 咱们首先 首先先把ES5考过来 咱们先试一下 太不可思议了 我不在一块里面 居然可以也用到 好 看一下 I等一 咱们现在马上运行 我开一个控制台 试一下 我说了 咱们用node.js 所以用 稍等 稍等 我怎么跑到ESlink里面来了 空锁 稍等 我再看一个吧 OK 咱们试试 node.js 空格 然后是test.js 回车 大家请看 它打出来一个1 对吧 很不可思议 明明我在这个块里面 外面应该是看不到才对 很遗憾 ES5能看到 所以说增加出bug的可能性 但是 咱们如果用ES6的话 试一下 Ctrl C 口碑 它再能看到 那就是node.js的bug 就是ES6的bug 再试一下 回车 漂亮吧 爱未定义 本来未定义 对吧 如果说我这爱 要是写在if上面的话 那肯定还能找到 写在if里面 它的作用欲 仅仅是if代码块 未找到是非常非常的合理 所以说 通过这么一个特性 我也极地推荐您 使用light命令 使用ES6语法 好 接下来咱们再试验另外一个 就这个 重复定义问题 把它拷备过来 好 咱们再回忆一下 咱们有一个switch块 不管这I等于0等于1 无所谓 咱们现在在每个分支里面 各定义了一个value变量 对不对 好 咱们现在运行这个GS文件 看啊 go 怎么样 报错了吧 报什么错 大家请看 value重复定义 不过我这是英文提示 也无所谓 value重复定义 确实在这个switch大的代码块里面 定义了两个 如果说咱们把它们都变成wire wire就是ES5 对吧 再试一下 go 它居然能过 您觉得这种定义 它让它过好 还是不让它过好 肯定不让它过比较好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是ES6的light命令 light关键字给他们提供的 非常方便的 在编译集就能够发现代码错误的好处 所以说呢 非常推荐您使用ES6的语法标准 好 这就是呢 给我给您讲解的ES6的第二期 light命令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非常的简单 然后呢 接着代码呢 会放到开心中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优酷YouTube 给您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 请观看 好 那咱们在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